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Kate 5月1日沙田日賽會上演冠軍一里賽 和香港速度系列壓軸戰主席短途獎 兩場國際一級賽浪接浪 當然要出動Race Simulator幫忙備戰 兩項國際一級賽之中 第八場的冠軍一里賽獎金比較高 今屆雖然只有三匹客隊馬參戰 但一號馬滿落時 不僅是應屆香港一里錦標冠軍 而且他現在已經貴為日本馬王 不過我們主隊馬的實力也不弱 除了有香港一里錦標亞軍 三號馬大印銀紙 再次和滿落時對壢之外 上將在同程二級賽主席錦標 以極佳提速贏馬的五號馬美麗大師 今次也會披甲上陣 由於選擇參加香港杯的關係 美麗大師並沒有參加香港一里錦標 換言之今次他將會是首次和滿落時交鋒 不知Way Simulator 怎樣看他今次的真正機會呢 今次一段時間 美麗之星誰可拼應聲彈出 包裝奔馳、泳彩、奔紛都出得快 大印銀紙砸喳聲我當騎馬來 安全檢查滿落時和小河灣 三匹外隊馬全部守在中游位置 接著就是美麗大師和進馬名區 開始轉銀行彈 無俗正常的 美麗之星在前面領先一個馬位 接著就是誰可拼 榮彩、奔紛在第三位 內側包裝奔馳 大印銀紙跟在內蘭第五位 美麗大師還拍著安全檢查小河灣一對高多分馬 進來最後直路了 前面美麗之星一騎領先三個馬位 垂可拼、榮彩、奔紛不敢太慢立刻騎上來 帶出外擋衝有大印銀紙、滿落時 再二百位 前面美麗之星仍然領先兩個馬位 榮彩、奔紛擺脫了垂可拼、開支衝上來 外擋大印銀紙、滿落時這兩部都很厲害 前面美麗之星開始轉躍 這個時候榮彩、奔紛拍到上來把他追過去 過足點榮彩、奔紛第一 美麗之星第二 滿落時第三、大印銀紙第四 美麗大師早段留後雖然沒有錯 但入直路之後未能使出他的旋風式後徑 最後只是跑第七 表現一般 除了剛才的《Rae Simulator》分析 其實我也有些意見 跟剛才有些不同 美麗大師上將不但在主席錦標 以極佳提速夜馬 而且跟宿迪大印銀紙多次對女戶有勝負 所以她的能力應該跟大印銀紙一樣 將她調升兩格去到124 另一方面 美麗大師今次排十檔起步 再加上有舊女 四號馬美麗之星在前面領放開路 美麗大師早段應該會留守在馬群後面 入直路之後發揮凌厲的後勁從後趕上 其他對手方面 七號馬準備就緒排中內檔的時候 她早段通常會在較前的位置割續 今場前領馬不多 她起步之後應該留守在前領後不遠的位置 在這步的時候 美麗之星誰可拼應聲彈出 包裝奔馳、泳彩、奔紛都出得快 大印銀紙砸砸聲我當騎過來 看她內側還有準備就緒 安全檢查滿樂士和小河彎彎三匹外隊馬 全部守在中游位置 開始著人這彎 步速正常 美麗之星在前面領先一個馬位 跟著她就是誰可拼 包裝奔馳捕著內蘭第三位 在她外側就泳彩彎彎 過幾馬位後才見到滿樂士、安全檢查和小河彎彎三匹外隊馬 接著進馬名區 美麗大師仍在末彎,但開始發力 進來最後直路 前面美麗之星一騎領先三個馬位 誰可拼泳彩、奔紛和包裝奔馳不敢太慢 立刻騎上來 美麗大師已經見到影了,放內蕩衝 最後200位,前面美麗之星仍領先兩馬位 包裝奔馳、泳彩、奔紛開始迫近 美麗大師一中到左串右插衝上來 外檔如飛殺上有大引銀子和滿樂士 前面美麗之星開始轉躍 這時候包裝奔馳、美麗大師和泳彩、奔紛一同衝上來 美麗大師衝得最厲害 過足點,美麗大師第一 包裝奔馳第二 美麗之星第三 泳彩、奔紛第四 被煎大賽其實不難 只要登入以下的網址 或者透過這個QR Code 就可以免費下載Race Simulator 當調教個人數據之後 賽果就在你手上 還不快點行動?